大家了解什么是SEAL之后呢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来进行SEAL的一个入门 在这里面呢 我们会写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 那么在写之前呢 先来说一下两件事 第一个呢 是编写SEAL的一个规范 编写SEAL的规范 规范呢 分为两部分的规范 一个呢 是代码规范 代码规范 那么代码规范 这个规范 应该注意什么东西 那么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代码啊 它里面呢 有固定的格式 固定的格式 如下 第一个呢 我们首先要来一个 警号 警号呢 在Ninux里面 所有的文件里面啊 却大部分的情况下 表示这一行是注释 就是并不会去执行 并不会去执行 即使并不会执行 你也得写 不写 也就有点奇怪 后面加上一个英文碳号 然后呢 后面跟上一个东西 跟上什么 跟上刚才标出来的那个路径 Bing Bat Bing Bat 这个是 这个路径 所以说这个路径 一定要记着 你千万不要写错了 Bing Bat 它是干嘛了呢 它的含义就是 因为我们这个脚本 后期是不是要去执行 执行 谁去执行 是不是系统执行 那么系统要执行的话 它就需要去解释 这里面这个命令 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么解释 谁去解释 就是告诉系统 我这个脚本呢 你如果要执行 你要解释 请你用它去执行 就是指定我们解释器的路径 叫Bing Bat 当然这个能不能不写呢 不写在我们当前的Lingus下 没有问题 它也可以去执行 但是 不是一个好习惯 不是一个好习惯 不代表说你现在可以 以后呢 也就可以了 所以这块的话 一定要注意把它写上 它表达的含义呢 是用于指定 指定告知系统 我们当前的这个脚本 要使用的 效解释器 它的一个位置 位置是并目录下的 有个Bus这个文件 这个呢 一定要写上去 然后后面开始呢 就是我们要去使用的 效的一些相关的指令了 要写的 写了一些相关指令了 那么那指令 怎么去写 那么后面再去详细的去讲 那么代码规范 一定要符合这个规范 前面这个注释啊 千万不要扫了 虽然它是注释 但是也不能丢 一定要把它加上去 然后后面这个指令呢 我们后面再去提它 代码规范 怎么来写 然后后面呢 还有一个规范呢 就是关于这个文件的 命名规范 文件的一个命名规范问题 文件命名呢 命名这一块的话 前面的文件名 正常怎么写就怎么写啊 文件名点 后面有个后缀啊 后缀叫SH SH也就是需要的一个简写 需要的一个简写叫SH 千万不要认为这个SH 就是这个SH 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 这两个没有关系 不要误认为是这个SH 这个SH呢 SH呢 这个SH 就是指 我这个文件 它是SH文件 只是强调 它是SH文件 跟上面那个 需要的种类没有关系啊 SH这个后缀啊 一定要记着 然后文件名的话 正常起个文件名 怎么起 那你就怎么起就行了 但是也别搞一些特殊的啊 比如说 我在windows下 新建个文件 然后呢 我给它改个名字 擦了一下键盘 你觉得你按确定的时候 它让你去键吗 会 这地方是会 但是你后面去执行的时候 好执行吗 你这个命令 麻烦啊 所以咱起名字的时候呢 就是说 你不要太随便 不要太随便 你起这个名字 你还不如起个A2TXT呢 所以这些奇葩的名字 就不用起了啊 你就起一个 就是说 它有一些特殊 或者说 你一看这个名字 知道它是干嘛的 一看到这个名字 就是干嘛的啊 比如说 那我新建一个文件 假设这个脚本的话 后面呢 我想让它去自动重启计算机 那也就是AUTO AUTO AUTTER R-E-B-O-T 那你其实这样起 还是比较合理的 一看这个名字 我就知道 这个文件原来是 重启计算机的 这么一个命令 你如果英文单词不好 你用拼音也行 都可以 但是你最好不要用汉字啊 最好不要用汉字 不要养成这个坏习惯啊 搞开发 搞这个开发 或者说跟计算机相关的一些相关工作的 一定要摒记这个坏习惯 控格和中文 控格和中文 特别是针对这个目录和文件名的 一定要注意这些东西 控格 控格可以是可以 但并不是好习惯 你比如说一控格二 能不能执行呢 后期执行应该也没问题 但是容易出问题啊 容易出问题 嗯 所以这种的话就尽量不要去用 如果你非想空着 你可以用下滑线来表示嘛 用下滑线来给它连起来 这样的话 中间不就没有空格了吗 这样看起来不也是空该的一个状态吗 啊 空格和中文这两个东西呢 在路径上啊 最少 少出现啊 文件名的规范啊 .sh 这个后缀啊 不要忘了 啊 是 Linux下 bash bash shell 默认 后缀 默认后缀 行 那这个是前面的两个规范 先去了解一下 那后面的话 使用流程 当我们一个 shell 我想去写这个shell的时候 那么应该怎么样去 走这个步骤呢 啊 怎么去走这个步骤呢 这个步骤的话 我们要从无到有 从无到有的一个步骤 首先 第一个 你得先去创建一个文件 啊 先去创建一个shell文件啊 shell文件 就是.sh的这个文件 那么创建好了之后 它应该是个空的吧 刚新建的文件吧 肯定是空的呀 那么空的第二个 是不是要编写代码呀 哎 编写shell 代码 哎 写好了之后呢 写好之后 哎 由于这个shell 属于内置的一个脚本啊 脚本的话 是可以直接执行的 啊 第三个就是 执行 shell 脚本 执行shell折本就可以了 啊 那么第一个 创建文件使用的是 tash命令吧 哎 tash命令啊 这是一个 那么另外呢 今天我们再提第二个 除了tash可以新建文件 其实vrm 也可以新建文件 当vrm打开一个不存在的文件的时候 你可以往里面写 写完之后 只要你保存 那这个文件就存在了啊 它是新建的方式啊 tash呢 是已经创建好了 你再去vrm打开 这是已经存在的文件啊 vrm也可以啊 然后第二个呢 编写需要代码的话 这个就没什么特殊的东西了 你就看你怎么想 想怎么写啊 第三个执行 执行这一块呢 需要注意 由于是脚本 它需要执行 所以 要干嘛 哎 对了啊 这个脚本 必须得有 执行 权限 你要是没有执行权限的话 只有一个读写权限 那它能不能执行呢 它执行不了的 啊 所以这个 一定得保证一下 保证我们这个脚本呢 必须得有执行权限 没有执行权限 那执行不了 啊 这个得注意一下啊 注意这个问题 使用的三步骤 创建 编写和执行 行 那现在的话 我们来按照 其他这个语言的学习惯例 当我们学习 一种语言的时候呢 第一个程序 永远是输出一个 Hello Word 啊 那么这个案例的要求呢 就是输出Hello Word Hello 哎 Word 啊 Hello Word 啊 以前呢 经常会有这么一个面试题啊 就是说 这个题目很简单啊 请你尝试使用 你会的语言 尽可能多的输出Hello Word 尽可能多的输出Hello Word 就是你 假如假如你会C 那你用C写个Hello Word 会用JSP 用JSP写个Hello Word 会Java 用Java写个Hello Word 会Cell 用Cell写个Hello Word 会PAP用PAP 写个Hello Word 虽然这个题目比较简单啊 但是一般人的话 能写出10个Hello Word 就不错了 能写出10个就不错了 用不同的语言来写 就是你 只要你写出一个 说明你会一个语言 写出一个会一个语言 能说出10个就不错了啊 所以看着很简单一个题目 其实挺难的 按照要求来啊 创建一个test.sh 那么这是一个文件吧 那么创建文件使用VM 或者说touch都行啊 那么这块能使用呢 touch吧 touch吧 touch 由于他这个地方呢 没有说在什么地方创建 那OK 我就在当前默认目录向创建 也就是加目录吧 然后呢 test.sh 这是第一步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执行的流程第一步 先去创建文件 创建成功了啊 创建成功之后呢 说要求输出Hello Word 要求输出Hello Word 行 那么这时候我们要去编辑这个 叫test.sh了吧 嗯 先进入编辑模式 i或者a键 都可以 按照前面所讲的代码规判要求 必须第一行写什么 写这个注释是吧 解释器 也就是声明一下 解释器 行 那么锦号开头 这个颜色变了啊 蓝色的 说明它是注释 然后 叛号 bing bass 就可以了 即使它是注释 你也得写 然后第二个呢 他说要输出这个Hello Word 那么怎么去输出 这地方扩展一下啊 因为前面呢 咱没有提到这个输出指令 在 Shell里面 或者说在很多变成语言里面吧 输出 叫 echo e-c-ho 输出命令 叫 e-c-ho e-c-ho 叫输出 假设呢 我想输出一个 123 你只要写个123 那它会在屏幕上就会显示这个 echo 123 就类似于这样的效果 那这个命令呢 我们可以出去执行一下啊 我先把它退出来 先退出来 嗯 比如说echo 123 然后你按执行的时候 按回车的时候 它就暂时输出一个123 就是你输入什么东西 它就往外输出什么东西 这一个就是一个输出效果 echo 表示输出 那么除了 除了这个echo 在这个叫效里面可以用的 在phb里面呢 也是常见的一个关键词 表示输出 表示输出 嗯 e-c-h-o 不要写错了 进来 那现在呢 我们要输出个tileward 那么就使用这个e-c-h-o e-c-h-o 来进行输入 注意这个颜色 它本身是不是一个白色吧 变黄了 然后空格 加上你要输出的这个内容 那么输出内容 这一块的话 需要去注意一个小的细节问题啊 那如果说输出的东西是字母加数字 需要注意啊 输出的内容 输出的内容 如果是字母加数字 加数字啊 或者说这么说吧 如果是包含字母和符号 那么则需要用引号 用引号啊 包括起来 用引号包括起来 那么如果是纯数字 则可以包 也可以不包 单引号双引号 在目前这里面来看是都可以 因为这地方咱并没有提到后面这个变量的问题啊 如果只是这个字母和符号 那么你用单引号双引号都可以 都是可以的啊 前提是这里面不包含变量 先写一下啊 不包含变量 至于什么是变量 咱待会讲到变量的时候呢 再去说它啊 如果输出的是字母和符号等等啊 则用引号包起来 单双都可啊 如果是纯数字 则可以包 也可以不包 看自己的需要了 这是一个习惯问题啊 后面这个是个习惯啊 前面这个不是习惯 前面这个是必须的啊 前面这个最好是必须的啊 想到我们这块的话 输出的是hello world 输出那种情况 字母字符和符号是吧 字母和符号 嗯 行 那这块的话 我们就要输出一个引号 引号单双都行 单双都行 在我们这个地方是都可以的啊 想用哪一个 用哪一个 啊 hello se l o o o w l d hello world 能加什么 可以啊 加码 没事 没事啊 没事 哎 然后后面这块呢 需要去注意一下 后面这边呢 咱在很多这个编程语言里面 一行写结束之后 后面一般都有个结束符号 就是这个封号 那封号呢 在校里面的话是 可加可不加 可加可不加 那什么时候加 什么时候不加 如果说我们后面假设还有一个A号 比如说A号一个啊 123 有这么一个A号 那如果说你想把这个A号 两个A号写在一行上的话 哎 注意那一定要加 如果多行写在一行上的话 一定要加上分号 表示我一句已经结束了 那如果说你这两个呢 分为两行写的话 那这个地方你就可以不加了 因为它是两行 就可以不加了啊 所以加和不加 可以自己把控 那么一般加不加呢 一般在这个脚本文件里面 比较建议大家是不加 哎 就不加就行了啊 所以第二个也不用管它了 当你后面有命令的时候 你接着换行写就行了啊 在脚本文件里面可以不加啊 这块呢 注意一下 退出出来 退出出来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做的就是说 这时候呢 我们要去执行这个脚本了呀 哎 看那个脚本好不好用啊 所以退出 哎 退出 退出 这时候需要去注意一下啊 我们这个test.sh 他的权限是怎么样的 他有没有执行权限 他没有 是不是 他没有的话 他就肯定是不能被执行的 哎 所以我们要干嘛 加上一个执行权限 也就是一个 X是吧 使用什么命令来的 CH MOD 全部加上X 怎么加 A加X 或者直接就是 加X 哎 然后test.sh test.sh 走 哎 然后再查看一下权限 可以了吧 啊 可以了啊 行 可以 那就OK了啊 接下来最后一步 就是要执行这个test.sh 要执行他了 那在执行他的时候呢 哎 有东西想着这个不是当前目录下吗 是吧 是不是当前目录下 他会告诉我什么呢 说这个comment not found 告诉我这个东西命令呢 找不着 哎 为什么找不着呢 啊 这块需要注意个细节问题 我把这个细节呢 写在下面了 咱可以 提前看一下啊 那么在执行的时候呢 一定要写成 点 杠 test.sh 或者 杠 哎 root 下面的 写权 也行 就是说这块呢 你不能直接写这种形式 虽然它是当前路径墙 但是不能直接写 为什么不能直接写 因为呢 在这个系统里面 不仅仅是Ninux Windows也一样的 运行二进制程序的时候呢 都会有这么一个情况 如果你直接运行这个名字 Ninux会去Path里面去找 什么是Path 对 这也就是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 之前好像大家看过这个环境变量 在哪看呢 在这个系统属性 然后高级设置 环境变量 这里面有一个Path Path 在这 他会默认去这些路径去找 那么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test.sh 在不在这些路径里面呢 这个是肯定不在的 肯定不在的 那么这个Path变量 默认的路径呢 一般呢 是这几个 Bin呢 SBin呢 USR Bin呢 USR SBin呢 这些路径 也就是系统会藏的一些路径 会去这些路径进去找 那么这些路径里面能找到吗 这个咱不好说 那万一这个系统路径里面 就有这个同名文件呢 是不是 但是我们这个名字叫 测试.sh 应该没有啊 所以肯定找不着的 那么当前目录呢 它不在Path目录 Path这个环境微量里面 所以的话 写成这种形式呢 是找不到命令的 必须要写成 点杠这种形式 或者直接是从杠 从根开始找 这样就行了 这个需要注意啊 并不是说我们这块这个文件 不能执行 而是你写的这个路径不对 一定要写成 点杠或者直接杠都可以 二选一吧 你想用哪一个 用哪一个 如果相对路径 把控的很准 那么你用相对路径 把控不准 那就绝对路径 test.sh 输出了啊 那么输出这个效果呢 就是没有问题的啊 它就是我们想要的这个结果 输出了一个Halloword 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脚本 学习任何语言都是这样的 先输出一个Halloword 先保证这个输出和执行上 它是OK 没有问题的 几个重要的步骤 先给它全部加上一个X 赋予执行权限 然后呢 再去执行对应的一个脚本啊 嗯 那么通过绝对路径来看看 如果它下面的 test呢 是不是也是一样啊 但是你就不能直接写名字 直接写名字 肯定出错 除非呢 你把我们当前文录 也给它加到环境面量里面去 啊 当然这个的话就有点麻烦了啊 本身呢 那咱就执行一下 没有必要说 非得给它加到环境面量里面去啊 干不着 嗯 好 这一块呢 需要注意这个括号里面 这地方写的这个啊 一定要注意一下 那这个呢 是我们学习希尔语言的 第一个啊 入门级的小程序 是我们学习希尔语言的